肥美又新鮮 漁獲被平均分裝在黑色塑膠欄裡 這些都是漁民除海捕撈 豐收的烏魚 不只如此 其他欄子內裝的烏魚籽 數量更是驚人 一旁的老闆娘手上還有 要將他們身上的血管夾以清醒 綁上棉線處理好了 才能拿來返手 這些都是彰化一名理性漁民 單日捕撈的漁獲 六號晚間 從縣西鄉的溫仔港 假傳出發 竟然一口氣捕獲到 一萬一千尾烏魚 漁民樂壞了 因為這是烏魚籽以來第二次出海 滿載而歸 由於漁獲數量龐大 漁民也決定特價出售 才剛放上檯面 立刻就被老饕搶勾一口 以平均一尾三百元計算 這位漁民單躺捕魚 就獲利超過三百萬元的年終獎金 不過烏魚籽即將結束 價格會有些微上漲 入冬的時候就開始了 現在的烏魚是不算回頭烏 回頭烏是在過一陣子以後 因為它是排回在那個魚板裡面的 它的卵會排掉 所以它會比較塑象 沒有那個魚卵 不會像現在這麼肥大 雖然野生烏魚籽本身膽價偏高 但還是受到民眾喜愛 因為除了口感極佳外 油脂也相對豐富 加上做工繁复相對稀有 經由盛產季節價格會稍稍降低 想要嘗鮮的民眾可得把握時機了 三連新聞許淑瑋 市議會林維智彰化採訪報導